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中国后续它会 也就是我跟着你 我跟着你美国 对吧 但是我会 刚才那个文声总讲的就是我的规模 我的硬肠金 我的人口 我的市场 对吧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而且中国的科技创新呢 我们去年的研发强度是2.64 我们的投入是3.3万亿 我们进入到全球2500强的工业研发投入 美国是800多家 我们是中国是700多家 大陆是600多家 其实呢 也就是我们过去的4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过去的40多年改革开放 比如30年 我们就是代工贴牌 我们就是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工序分工体系 学习发展市场经济 我们需要了30年 从2008年开始是一个转折 对吧 中国开始一般贸易出口超过加工贸易出口 开始自立自强 从2016年开始 我们的全社会研发机会 投入在GDP的比重超过10 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我们下一步能够在创新制度去的突破 我个人觉得 就像你刚才讲的 它是必须的和 非常可预见 我可以补充一点 我们重新研究院 重新研究院 重新研究部 我们今年刚发了一篇深度报告 就是叫AI经济学 我看了 您看了 在这报告里面 我们研究员估算了一个AI发展指数 它就是从技术层面 像算低 参数 数据 还有一个市场引用层面 美国是先进嘛 美国是一 我们中国是0.75 其他国家都温温地在后面了 对 这里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发现什么呢 就是 人工智能的优秀人才 最大的来源地是中国 中国 但是工作地在美国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 创新制度 怎么样有一种突破 这个就像刚才 张艾生老师讲的一样 就是说我们早期是嵌入到全球的工业内容 现在它是另外一种形式嵌入到全球的工业内容 我们不能讲 说它凡是在人家那儿工作 都是为他们培养的人才 因为它将来 他会出来创业 它就变成了一家中国的公司 对于地缘政治我还是要说一点 就是大家都讲中美两国的竞赛 除非你认为就是说短期就能够决出胜负 如果不是这样 站在全球金融投资的角度 假设你是一个第三方 也就是说 我不是全球对立的核心的阵营当中的 那你会怎么摆布你的投资和你的资产的安排 如果你要避险 避险必须找到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资产 那这样 我就同时在美国 我还要在中国 是吧 因为不然的话就没法完成资产组合的避险配置 我有一次在美国跟人家辩论 不是辩论创新 不是辩论教育 他说美国教育 我说你教育一塌糊涂 他说美国的优势在于什么 在于你看你看硅谷 你到顶端这么多外来的人 比例看满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很牛逼 但是到他们那去 那为什么会到他们那去 培养出来的人 他愿意在这个制度里面去创新 获得回报 对吧 受到保护 这个是我们在顶端我们要新增产地肯定要做的 我刚才回到有几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值得讨论的 一个当然我先讲一讲 就是彭老师说的土地的规模不经济 这应该是对的 但是跟赵老师讲的这个土地不是一回事 赵老师讲的土地是土地成为一种证券化货币 证券化的一种工具 这个我觉得也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位都是对的 证券化的工具怎么样 把这个经济的流动性把它带动起来 但土地不是唯一的证券化的东西 就如果我们把股市做起来 那肯定也是一个巨大的 我们 对吧 所以这个也许里面有博弈 就是地方政府的证券化 它不能上市 地方政府不能上市 它证券化就是靠房地产 中央政府也不能上市 它就靠国债 企业它就靠股市 所以大家各服务不同各自 不能替代 不能替代 货币就是整个经济的血液 你得活血 活血吃 那样创新才能起来 所以让你货币多 创新就能起来 然后在美国培养 在日本培养 都可以到中国来创业 关键看你货币能不能胜成 我们国家为什么过去这些年很多人到国内创业 大家看看周期几乎的房地产的高峰是重合的 我们房地产一高峰起来 这个社会上蛮是钱 我这人稍微不同意见 不认为房地产是个结果 但是房地产享受了整个经济增长 创新的成果 为什么呢 因为土地它有冷断属性 谁也竞争不过土地的所有者 所以它在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的人 它是占有优势的 所以当初工业革命的时候 资本家和劳动者是统一战略的 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土地的所有者 为什么 土地的所有者 它是不劳而过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纬度 第二个纬度 从金融的角度来讲 我们说国债和土地 它都创造货币 但是它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两个重要的差异 第一个 国债是一周期的 天然的 有自动稳定期的作用 土地是顺周期的 好的时候 很容易败款 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不要了 国债不一样 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反而要国债 经济好的时候 立立高的时候 大家不要国债了 所以国债是天然的 有稳定经济的作用 土地是天然的加大 经济的波动 第二个 国债是财政的作用 有调节 我们叫收入分配也好 是经济 土地 它是一个自我的 谁有土地 谁就占有优势 但是我这个不是否认 土地作为抵押品 有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 我们说创新 你说一个创新者 他到银行贷款 他讲一个美丽的故事 银行不相信他 不会给他贷款的 如果完全是说透明了 信息对称了 那不一定有些创业者 就永远拿不到融资 这个时候土地作为抵押品 它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泛大 从一个宏观层面来讲 任何一个经济 土地的价格如果深度多的话 相对价格 别人有很大的麻烦 别人是左外创新的 因为它的属性就是不一样的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 已经是没有哪个国家靠土地 能够把经济发展起来的 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可能现在大家更想知道的是 政治局会议在用了指跌 提稳四个字之后呢 我们房地产 还需要哪一些政策或者是工具 能让这个市场 重新回到一个平稳发展 重新回到一个正轨上面去 很多人不理解 我们为什么要土地财政 就是2020年8月和2020年12月份 我们分别出了三道红线 和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 现在已经不谈了 但是没否认 为什么不谈了 因为现在不需要 你三道红线是对着房起来的 现在房起根本贷款都贷不到 房贷都放不上 不要说是破红线 对不要说破红线了 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 你们两个搞银行的最清楚 2020年8月份 12月份是对着银行来的 什么意思 你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 不能突破多少 我给大家报几个数据 我们最高的时候 100块钱的贷款里面 整个全国如果是100块钱贷款 29块钱贷到房地产去 这个房地产呢 包括房企 包括个人暗期贷款 个人暗期贷款比较多 37万亿的 房企13万亿 还有一万八千亿 是土地储备贷款 就是地方政府要拆房子 他也要钱了 加在一起是多少 加在一起是占了我们整个房贷款的29% 而且还不包括建筑业 如果加上建筑业 包括家电等等之类的 那不对了 30几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按理说 我们2003年非典的时候 2005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们都是通过土地才能拉拉的 所以我对你的这个观点呢 我只能做一些补充 或者说同意相当部分 但不是完全同意 为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调控 按理说 疫情这么严重 你怎么还还还这么调控呢 太高了 太高了 我当时就发表过文章 我说如果我们早两年调控就好了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2015年16年去库存 去库存以后呢 又放了一波 然后呢 19年20年哗啦啦又起来了 又起来了 如果我们当时这一波不放 我们就不会想今天这样了 所以到了2020年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调控 如果不调控 房地产有一个特点 它会在两年内扩张百分的50 它一些城市拿不到统地了 全都到二三县城市去呢 把二三县城市的房价 从五百到一千炒到三千到四千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现在呢 不得不在调控情况下 好我就不再说这调控了 我们现在呢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想办法指跌回稳 就是回答你刚才讲的问题 指跌回稳 我觉得我们要分开来 为什么我说我同意相当大的一部分 但是不是全都同意 因为我们国家太大了 我们国家有像北上宝山这样的城市 有相对落后的城市 而且就在北上宝山 比如说上海 上海软的地方 它可以跌了百分三十多 下海没起来 那么在黄埔区 它可以一平米十七万到二十万 一抢而空 一个小时 两百套就没了 所以呢 我们不能用完全一样的政策 所以所谓的指跌回稳 它一定要分成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三线城市 我相信我们在今年 一些城市 今年 今年差不多 就已经可以止跌了 可以止跌了 回稳慢慢的 也很快了 二线城市呢 大概还有一到两年 三线城市呢 那时间可能还要长 还有三到五年左右 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房地产 调控的 我们不须这么做的 为什么我说 你刚才说的 就是对房地产市场 他对我们的DFP 没有什么大的贡献 我觉得呢 不能完全这么说 如果我们没有当年的城镇化 就是二十年前的 我们就是房地产市场化的改革 没有我们今天 不可能有城镇化 不可能有 所以我们现在呢 城镇化我们只有百分之六十几 六十几呢 我们还会继续扩展的 在美国呢 那就不说了 美国3.3亿人口 农村人口只有300万 其他城市城市人口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比如说户籍啊 什么医疗 养老等等之类的 这些打工的 我们就有接近三亿 那么这些全都家 这些正是我们国家 将来要大发展的 所以呢我们的城镇化 我觉得还没停止 所以我对你的补充 我觉得我们没有完全停止 还会继续的朝鲜走 那么我还想对张老师说的 也补充点 就是说呢 您说到了县城怎么办 你那里不是说了吗 县经济县城怎么办 那么像这些呢 我觉得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些 比如说 长山脚 中山脚 王渤海 等等之类的 包括我们每一个中心城 中心城区 比如说武汉 长沙 周边都会发展 但是远离核心城市的 三四线城市 我们会想办法 让它逐渐逐渐的 不像现在这样全面看话 所有的县城全都全都发展 这样绝对不经济 绝对不经济 而我们呢 只要把我们的 我把话说完 只要我们把我们的二十几个大中城市 就是我们的省会城市 全都发展 发展比较好 然后呢我们再形成这个像长山脚书山脚啊 王渤海 这样一类的 像这样的发展模式 我相信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 而且还有利于我们的人产积聚 有利于我们的创新 有利于我们的年轻人的就业 所以我最后还想补充一点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服务业 服务业呢 它不仅是 现在我们服务业占比特别低 跟美国根本是我们比的 我刚才都已经举了很多数据 我就不再详细说了 服务业呢 还有一点就是 它对就业特别有特别有用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不是在探人口红利吗 我对有一点 我是有不同意见的 有人觉得 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 所以将来我们国家的发展会很困难 因为人越来越少了 实际上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以后有AI啊 机器人啊太多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发展服务业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理发 理发谁敢这样 机器人来提你理发 不可能啊 20年以后都不可能 5岁以后 我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把服务业都发展得好 发展得好以后 我们就业也能解决 程序化 程式化也能解决 TFP也能解决 这些呢 正是我们特别需要的 我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在美国6070年来 它始终是靠服务业的 它的制造业是多少 我都背得出的 百分之10.3 制造业最高的10.3 我们是多少 我们是27 所以我们是制造大股 而不是制造强谷 我们要想办法 制造强谷发展 那么这里面就有创新 创新就有程序化 都有这一系列的 全都联在一起的 刚才的一览子政策 五个方向 我们刚才讲的新市生产力也好 土地的角色也好 程序化也好 所有这些 这些 跟资本市场的关系 接下来资本市场 从政策角度 从市场角度 是怎么走向的 应该怎么做 到目前为止 这个市场有明显的反弹 明显的反弹 应该说 还是 其实一个最基本面的营作 也不会太便宜了 对 企业严重被低估 估值被低估值 估值被低估值 盈利怎么样 其实还有一段理论 不相信这个 市场价格就是两个因素 一 落关这多 还是背关这多 第二 加杠杆的能力多强 落关这多 如果落关这又能加杠杆 这个价格就会涨 对 短期来讲 所以 如果都是按照机会面来的话 市场就没有泡沫了 市场就没有大山大下了 所以我觉得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不能说 这个面对 那么我再接着问一句 这次9月24号以来 就是人行发改财政 这个主建部 一个一个部门走到前台来 和市场对话 和投资人对话 那么这种对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学习 怎么管理预期 对吗 那么像这些呢 对话呢 和后续加杠杆结合 会不会出现 你刚才讲的 就资本市场的预期 会一步一步改变 最近政府相关部门 这些新闻发布会 确实起来一个 尤其是央行和财政 这两个部门 对吧 也确实起来一个 提振信心 也就是大家对有经济 未来稳定经济的信心 应该说还是有明显的帮助的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 触发的这样一个作用 来导致投资者 当然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有一些 政策层面特别重视 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这些都是前面的估值比较低 然后政策的信号 提振信心 这些都有帮助 那下一步呢 我们等于现在这个估值 已经有一个明显的纠正 我们现在这个 合胜300 大概P1现在在11点几 和历史的平均呢 12点多呢 还是稍微低一点 估值还是稍微低一点 但是呢 差别已经不是那么大了 最近这个展了以后 那么下一步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 就是要看 基本面的改善 基本面的改善 经济 宏观政策的落地 尤其是财政政策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讨论这些问题 这两三年新公司 上市的阻碍很厉害 你觉得 现在是不是这个 这个流动性的口子 会慢慢逐渐打开 让好的公司 或者注册字 讲得很久也 也没有对吧 您怎么看 我觉得市场好了 流动性交易量增加了 那自然是 对整个市场 从这个上游到下游 这个链条就会 就会离顺一点 上市啊 IPO啊这些 当然是 我提供了一个好的市场环境 还有一句话啊 就是你说 这个是不是可以上市 就是说这个逐步的打开 正常化 我觉得取决于 大家是不是把这个事情给想明白了 嗯 我突然觉得在有一天 我突然觉得 我好像想明白了 觉得这个事很好啊 嗯 我说你看那个古代的易道啊 一记红尘非子孝 不忍支持励志了 励志保险要求很高啊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运到就跑得很快啊 可是他不是靠一匹马跑的 他就是这一匹马跑不动了 赶紧把它换掉 然后再就是再骑上一匹马 哗哗就一路上马不停的跑 跑得非常快 你就在想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 老百姓不就是说你这个能够能够股市一直涨啊 不是这只股票一直涨 嗯 我们过去一直错在我们希望找一只好的股票 这一匹马把所有的把易道从头到尾跑完 没有这样的吗 他只是希望那个股市一直涨 那就是那个指数一直涨 那我就在想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市场 比如找一块板出来 嗯 让他只要你没发 嗯 你愿意卖有人愿意买就是那边肌肉投资人 我就让你上市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好你不行了 我跟你规定一组指标 比如说你的呃 你上市之后呃 你的这个 比如说大股东的控股的比例 比如你的交易量 呃 你的单 比如说股价低于什么水平 你就你就退下来 不管你违不违法 我们先把这个商量做 好 这样呢你这样就变成一刀跑马 好的公司哗冲上来 嗯 符合这个符合这个中国经济转型的这个时候的热点行业 这些行业里面最领先的企业 这些最领先的企业最璀璨的时刻 站在这个股票市场的舞台上 当你不行了你就下去了 那你说哎 退市了之后我们普通投资人怎么办 对不允许普通投资人买个股 你只允许买指数基金 然后你高净值的 你觉得你水平高 你可以上 你买了之后没事 退了之后你自己都在 你机构投资者 你可以买个股 是吧 我觉得这样的就变成 这只指数肯定是总体上涨 而且涨得很不错 最后就拿着大家愿意套更多的钱进去 如果我再接着这个 一道跑马 我接一道跑马 我再接着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这个施诺总和王会一直问过问题 四季度的GDP怎么样 我们做一个假定 因为现在从这个国家伊朗 你这两次都开始出手了 而且是真的出手 四季度的GDP 全年无左右 这都估计悬念不大 其实你要看那个发改委那个 实际上他们当时已经把这个态度说出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有一些朋友做模型做出来的结果 就根据这次的一系列会议做出来 那么明年如果财政再继续发力 是吧 就是包括持字率 财政的私立有一个显著的上升 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明年的基本面 有可能会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变 这种情况你不是跑马 那马不重要 重要是那个战道 是吧 要把它修通 对 所以他理解清楚 如果是基本面改善和武士的这些改革的东西 它有基本面的配合 是吧 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 当然一年可能做不到一年 但是张老师 我对您说的这个 当然大家都希望说如果整个经济好了 那我们就有更多的公司好 其实你换言之 在一个再差的经济党 有好公司吗 肯定有 问题是你让它上马 对 所以我说的一刀跑马 就是要把那个最会跑的马 把它放到一刀上 让它上 所以这个核心的逻辑就是 加大上市和退市的力度 基本的问题 就是投资者的公平性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让赏户 这是投资者适当性的问题 你一般老板 你也可以分享它的收益 我不只是不让你买各国而已 更根本的办法 其实就是加大对大股东 不规范行为的惩罚力度 对 这个才是根本的 对 我是想这些咱们得从 这个减持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我还回到张凯特的题目 就是这次我们中央的这个政策 这个就是有什么特点 和以前几次改 就是那个救世也好 或者是经济下行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这次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不是从铁空气开始 不是从拉动骨头开始 我们发现这次 你看第一个出场的是 是银行系统 是金融 是虚拟经济这一块 是吧 是债务单位的发力 为什么 就是因为城市化 基本上到了尾声了 我们不敢说还没有 是不是还有些新的建设 但是大量的建设 道路 管线 什么钱 公路 桥梁 机场 火车站 就是反正花大钱的东西 包括高铁 中国已经在全世界都开始 咱们不说领先至少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了 就是咱们生活 还没达到发达国家 但是我们进入设施 也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所以你在这个如果再铁攻击 占总量的比重 不够了 你根本拉不动 我们现在你看 基本上该修的都修了 而且都过剩了 但是这次大家发现 我们说是有目的的 还是误打误撞 我们这次从资本市场说 上来股市先上去 股市是什么含义 股市它旧的 不是它投资新的基建 它是旧的存业 存量 已经修的路 已经修的桥 已经政府的投资 然后它投进去以后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是和上两次最大的不同 而且现在看来是成功的 所以当时大家不知道 体会到没有 就是那两天 就是9月底那两天 整个市场特兴奋 我们所有东西 以前出来要进股市 好像消费什么 全上来了 就是这一天 如果当时我们趁热打铁 现在完全经济形势 那就整个一个突破打开了 所以我是想的 这是我们这次找到一个投钱的 就是你有钱 你怎么投出去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这次我们要投到资本市场 我觉得中央现在 你看这次花钱去回购 这不是投钱吗 这等于放钱吗 我回购你的股票也好 我回购你的土地也好 回购你的存量也好 通通都是区域库存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的 一个最值得肯定 我是坚决支持这个观点 所以那么现在就讲到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我觉得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适用率 就是钱汇过去资本市场 然后另外一个是钱从哪去 就是储蓄的钱利息 这两个的一个是适用率和储蓄的比例 如果你利息降得足够低 然后你的适用率足够高 钱就会从储蓄进去 然后我是想如果现在我们的利息 我就觉得应该进一步压低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通缩 你要把通缩加上 对对对 关键就是怎么把实用率提高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人去投实用率 这时候政府 你一百五十多个亿 拿着五十个亿来 五个亿我看五万亿就可以了 一百五十万亿 你只要往这一拍 你根本不用花这么多钱 马上这些人都会从银行里有储蓄流进去 我刚才讲我们刚才是生产端过剩 那么储蓄是属于流动资产 和它和固定资产共同构成了 我们整个社会的资产端 那它已经太多了 你不能把钱再往银行里去了 那么钱要到哪 要到负债端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负债端一上来 货币一出来 小费一下就上去了 所以这边一方面我们的资产要减少 然后一方面这两个一平衡 我们就走出困境了 所以为什么说这次一定要中央银行也好 或者是财政部也好 你要把钱你借出来 然后你投到那里 只要是因为过了一个坎你就帮更生了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宏观经济 对 股市实际上是宏观经济的一个反应 对 讲到宏观经济的话 这一次你刚才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次的政策调控 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对 没有一个人回答 我想补充一下那些行吗 第一 我觉得力度空前从而没有 第二 力度空前没什么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各个部委相互协调 最后我想谈一点什么 关于财政之类货别人 今天大家都想谈到 就是说 我觉得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 有效果 但是有限的 不是完全有效果的 主要还得靠财政政策 比如说我举个非常简单的意思 为什么说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 在美国2008年以前 美国的超好准备金几乎等于零 也就是说所有的商业银行都不放超好准备金 它都不放的 为什么 它特别容易在市场上融资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 美联储就大幅的放税 放税以后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把钱赶出去赶到市场上去 大家都去投资 但是商业银行不敢 为什么呢 钱最后都留到商业银行去了 商业银行去以后 美联储就实行了一个基付税利率 什么意思呢 你商业银行把钱存到我每年出来 我就不给你钱 就零利率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什么叫零利率 什么叫负利率 它以为是我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去 银行给我零利率 给我负利率 不可能的 给你负利率的话我就不存银行了 我把钱现在就放在家里了 美国2008年以后 最厉害的时候 超储率超过20% 就是说它不要钱 不要利息 它也不带 全都放到你中央银行去 到现在为止 美国超储率还有14.5% 我们超储率才多少 1.5% 这说明什么呢 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 至于如果商业银行不配合 如果金融体系不配合 我最后说一句话 我们不是说货币政策吗 但是如果货币政策出来以后 要实体经济配合的 实体经济说我不贷款 你怎么办 这些不贷款 这种作用里面都反映得出来的 我们现在情况最好是这样子 实体经济不贷款 和我们以前不同的 10年前20年前 大家都抢着贷款 你们两位做银行 你们知道的 当时都赶快去抢充款 抢充款以后去贷款 现在是两回事了 现在是什么 贷款贷不出事了 是银行求企业了 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呢 说明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度的 最后一句话 这个时候只能财政政策出它 财政政策出它 最后很快的一个收尾 我们政治局会议是明确强调 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 那我们现在还剩两个多月的时间 接下来要完成5%左右的目标 最重要的是什么 每个专家一句话不能多说 这次呢 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可喜的就是财政出手 而且中央各个部门之间形成了共识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郑伟老师 干自当头 为担当者担当释放活力 但是 郑老师 最好房地产要直接回稳 如果这条做不到 其他所有政策都没有 财政法力 好我想说的是 抓紧落实以出台的政策 同时 运用好新的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 比如说 货币政策可以继续降低 财政政策可以继续发力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 各位的高见 这个季度是 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以来 最振奋人心 最充满激情的一个季度讨论会 希望我们三个月以后再见 看看 验证一下 短期验证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